小弟善非今早睡醒就收到網友的通知 說俄羅斯總統普京有一段影片正在網上瘋傳 因為影片中普京的右手不小心穿透了他面前的咪咪 於是就引起世界各地很多網民懷疑這條片是造假的 是利用電腦特記將普京Key上去 一些新聞媒體也報導網上現時有一個破解理論認為 當全世界都關注普京現在身處何方和他精神和身體狀態是怎樣的時候 這條片在俄羅斯官方刻意造假放出來去證明普京現時是一切正常 不過就被眼裡的網民看穿了他的手穿過咪 其實除了這個普京的神奇的咪之外這條片裏面還有很多古靈精怪的破綻 今集我們就去解密這位對現今世界局勢舉足輕重的人物的影片是真還是假的呢 普京神奇的咪 話說普京在當地時間星期六趁著三百婦女節前夕就和俄羅斯航空公司一班女員工會談 兼發表講話 首先令人覺得奇怪的就是 普京沒多久之前和法國總統麥克龍開兩個高峰會議 以致他和自己的國防部長和參謀部長開戰事會議都會用張長桌隔開狗像公園 令人懷疑普京因為個人安全理由不敢和其他人有近距離的接觸 但是這段影片裏面普京就和大約二十名的航空公司女職員坐同一張大桌 和左右隔離兩個人不夠一尺的距離是因為普京擁有台拳道黑帶狗段的功夫不怕一班女生襲擊 還是這段影片裏面的普京根本是用電腦Key上去的呢 眼裡的網民就看到很多蛛絲馬跡了 第一個疑點就是 普京面前的咪經過放大之後 竟然看到咪頭好像是透明 看到普京黑底8點的胎紋 而另一個疑點就是 普京的右手竟然可以穿過台前花位的花枝 嘩!這麼明顯穿過花枝 那花枝竟然動都不動 究竟是不是錯覺呢? 不過重點項目接下來 就是她的手竟然可以穿過金屬造的台咪 而更古怪的就是普京右手邊這位女士了 大家留意一下她的視線先 咦!她的視線好像不是看著普京 而是看著普京前面的一堆空氣 於是令人想起 很多演員拍戲的時候 其實都是對著一堆空氣做戲 事後就用電腦特技 加回其他演員主角上去 那這段片 是不是都是女演員對著空氣做反應呢? 更加有網民說 找到這段片的原數據 見到有After Effects軟件的痕跡 即是說影片是做過手腳的 普京神奇的咪的這段涉嫌造假影片 在網上瘋傳 連烏克蘭總統習近平 在她最新的視像講話完畢之後 都特意用右手移開支咪 而表示片是沒有電腦造假 和她一份的幽默感 那究竟普京的咪這段片 是真還是假的呢? 其實一切的疑點 都是因為低解像影片引起的錯覺 只要看一些較為高解像的影片的時候 就發覺普京的手其實是沒有穿過咪的 至於有網民說 找到影片的原數據裡面 有造假軟件的痕跡 就未能證實是真的 至於她旁邊女人的視線 一是可能她是射這眼 又或者她的視線 有時會看別的地方 巧這幾秒就被網民抓到 就說她是對空氣做反應了 其實美國總統拜登在去年 亦都發生了類似的神奇的咪事件 她的右手也是穿越了記者的咪 令很多網民懷疑她是空氣造假的 本頻道亦都在當時即時分析解密了這條片 其實是真的 不過亦都是因為網民看了低解像的影片 而引起誤會 不過在網上不排除真的有一些政治人物 以及一些政治宣傳的影片和照片 是造假而成的 詳情可以看回本頻道第45集的影片 近年來在世界各地 好多人都曾經目睹一種黑色的三角形UFO 不少人還拍到影片上傳網上 這些三角形飛行器 除了被指是外星飛碟之外 越來越多人相信 其實是美國軍方最高機密的黑科技 TR-3B 黑三角反重力前機 TR-3B 擁有超時代先進隱形科技 可超音速和在外太空飛行 更突破常規物理界限 裝置有反重力引擎 作為升空和飛行的動力 可以神不知鬼不過 在全球進行各種神秘的軍事活動 更有傳聞說TR-3B 是美國軍方 根據外星飛碟 以逆向工程研製而成 因為涉及最高軍事機密 甚至外星科技 美國軍方慣常否認TR-3B的存在 究竟TR-3B 真有奇跡 還是陰謀論者 有了穿著附會的都市傳說呢 神飛解物自有分曉 神飛解物 是香港唯一全面 拱解各種神秘現象 再加科學及理性解物分析的頻道 如果大家喜歡這類節目的話 請繼續支持神飛解物的製作 除了Like&Share本頻道節目之外 更加歡迎加入神飛解物Patreon 每月只是請小弟喝一杯奶茶的小費 就可以看Patreon會員讀響的各種 詩密彩蛋短片 以及讀響每集節目的純聲音檔 隨時隨地收聽神飛解物的節目 還有獨家詩密資料檔案 有你們的支持 就有蟬非解謀